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由馮迎仙館主辦 《生活甜絲絲》 帶給你的不僅是甜味 還是無限的創意 你有沒有試過原來薑汁 可以配合芒果做甜品? 今集Charles帶給你的薑汁芒果凍餅 你又怎能錯過? 要開始 我們首先要準備一個海綿蛋糕 好 Charles 今次薑汁芒果凍餅 會用海綿蛋糕做底 但是高度要多高? 我們要1.2cm厚的海綿蛋糕 首先用砂糖和雞蛋 打至鬆化後 慢慢篩些低筋粉 和溶化的牛油 我們就會做出海綿蛋糕 然後用尺度切1.2cm厚 大約切兩片 因為我們今天做了一個 建裝的麩士餅 所以我們就要 把海綿蛋糕吸收出來 把海綿蛋糕吸收出來 嗯 我知道今次的凍餅和平時的不同 因為會使用海綿蛋糕 是放在這個裡面的 沒錯 我們準備了大約六片左右 嗯 我們先準備好蛋糕 好 然後再做一個果凍 嗯 沒錯 要做這個凍餅 又怎會有海綿蛋糕做底 那麼簡單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 薑汁果凍的做法和材料 接下來就是做薑汁果凍 提起果凍當然要有 手上這塊的魚膠片 那魚膠片就要放進凍水浸軟 是 沒錯 好 我也幫到手 嗯 先用冰水浸軟 是 是 好 然後我們就煮一個 我們先開爐 嗯 然後加些鮮奶 是 不過我們今次就不加薑汁了 我們就這樣加薑片 嗯 為什麼呢 我們只要薑味 讓它會容易凝固 嗯 還有加少許砂糖 是 那選薑有沒有說一定要老薑 還是沒有所謂的 是 老薑就會比較香味 是嗎 切幾片就可以了 是 慢慢煮一煮滾 好 我們輕輕煮一煮薑味 嗯 然後我們又浸軟了這個魚膠片 是 將它 渣光少許水 將它加回去 煮溶 因為鮮奶這麼熱 它也很快溶 嗯 慢慢拌幾下 那可不可以調太大火 其實呢 因為我們煮鮮奶 又不開太大火 否則很容易會焦 嗯 所以要慢慢慢慢 慢慢煮 煮溶 還有呢 有少許薑味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都看到融透了 這個魚膠片也 好 我們先關火 然後呢 將它過篩 好 是否一定要過篩 我們把薑片交出來 這樣選擇 好 好 那接著我們呢 就將它 倒進這個 這個杯子裡 然後我們就將它 雪到凝固了 嗯 好 Charles啊 我覺得這個凍餅 真的充滿了口感 因為除了有煙煙韌韌的果凍 還有一個脆脆的 嗯 那這個脆脆是不是 巧克力脆脆脆 我們煮一個白巧克力脆脆 白巧克力脆脆 不如我們一齊來看看 材料和做法 對 Charles 是 你這個脆脆 對 konnte遇到不太複雜 我覺得這裡的脆脆脆脆脆 Naruto 我看到你脆脆脆的 pouco對啊 我們攪拌 再攪拌��呼 請你能聽到它黏青的酥脆脆脆脆嗎 是 所以這個叫做白珠的脆脆 然後我們把它弄成一片圓形 即是一小塊一小塊圓形 對 要遷就那個帽子 要放在中間 說起這個帽子我都覺得很神奇 因為有沒有想過一個這麼小的帽子 裡面可以有三層在裡面 好像最先是一個慕斯 裡面有薑汁果凍 最後還有一個海麵蛋糕 沒錯 還要加脆脆 其實現在做這些小蛋糕 都做到很多重口感 所以為何外面賣得這麼貴 雖然說小但內容很豐富 一點也不簡單 做些小蛋糕有時 都更高於做一個蛋糕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先煮到它凝固了 好了 現在我們就有了一個 脆脆的又甜甜的脆脆 接下來當然有薑汁芡果慕斯 我們一起來看看材料和做法 就是最後一陣子的 對 會把薑汁芡果慕斯 來吃東西 乳酪 十分好吃 身軟的感覺 對 第三杯 早上 柳酪 這次薑汁芡果慕斯 應該和之前的差不多 差不多 今天會加砂巴蓉 加砂巴蓉 令它比較香厚 和滑溜 還有一種蛋黃 是 少許鮮奶 加些少許砂糖 我們要用助盤熱水打它 麻煩你了 好,你對我這麼有信心交給我 在你打沙巴中 我又要準備薑汁魚膠啫喱 這裡再加少許砂糖 和魚渣粉 飲用水 加少許薑汁 在你打好沙巴翁的時候 我們就要輪到炸熱水座的啫喱 好,我已經可以了 好 已經可以了 我們就輪到溶這個了 好 我們稍微加熱水再溶這個啫喱 然後我們就加入這個 打開了的淡忌廉 是 我們先加這個沙巴翁 加少許芒果蓉 還有這個薑汁 是 然後拌勻 然後拌勻 那就是一個薑汁芒果沫 開始了 Charles 其實你怎麼想到 將薑汁和芒果結合一起做甜品 是 其實我們有時候做蛋糕 都會參考同業的先進 有時候又自己想想 我看到有些人 芒果加芥末也有 做什麼?但還是做甜品 那它也好吃 好了 現在我們連這個薑汁芒果沫 都準備好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怎麼把所有材料 結合在這個金西的蛋糕舞上 平時我們做事當然是由低做起 但這次很特別 由表面做下去 好 我們先加一點薑汁 我想每一層都不能太貪心了 對 少許是適量就好了 對 然後我們便移動 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用一點熱水 輕輕浸泡1、2、3 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久 1、2、3已經可以了 不然它就會融化 看到剛剛好 我們把它倒出來 好滑滑滑滑 好滑滑滑 放進去 因為它是半圓球 它就會滾來滾去 對嗎? 我們可以用這個模 盛著它便不會滾來滾去 然後我們加一個脆脆 再加一點芒果慕士 鋪著它 這個芒果慕士 就算鋪在脆脆度 它也不會軟 這麼厲害 對 這個脆脆度是挺漂亮的 一種牌子不同 有些很快會軟 那些就不會軟 所以買了一種 可以問問店裡的人 沒錯 然後加一片蛋糕上去 我們便完成了一個 我們便鋪好它的慕士 拿去雪櫃 讓它凝固 如果不趕時間 我們冷藏一晚更好 為甚麼? 讓它定型一點 我們便容易退霧 當然 我們加上這片蛋糕 便完成了 將它冷藏好後 再退霧 便可以知道 這麼小的蛋糕霧 有這麼多種層次 吃下去是怎樣 至於味道 讓我告訴你 看下去 這個好像雪糕球 當然不會那麼簡單 是有Charles剛才精心炮製的凍餅 其實我想問 退霧出來的時候 有甚麼技巧 可能一個不小心 便會破壞整個營餅 對 其實退霧 我們只要用少許熱水 浸下去 一二三 這樣拿起 因為如果熱得太久 它會融回慕士 便不會那麼漂亮 對嗎 對 我想問問 這個煮好了之後 可以保持多久 其實我們可以預先做好 放在冰箱裡 冰箱三四天都可以 三四天都可以 即是可以 如果星期六天做好 然後朋友來玩的時候 都可以照顧他們 沒錯 於是試試味道又如何 覺得怎樣 對嗎 很特別 因為入口的時候 很香的薑味 但想吃有一點酸酸的 芒果 很清新的味道 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對 其實你有沒有反覆嘗試 才可以想到這個甜品出來 你想想又有這麼多浸在裡面 然後還要令薑汁和芒果 要配合才行 即是比例都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每次做一次 就改良一下分量 這樣 對 好 今天真是謝謝Charles 不是 大家都快點回去 嘗嘗這個薑汁芒果凍餅 我們下次見 再見